下班的时候,女主豁然宣布了一件事,她要结婚了,同事很好奇,新郎是谁,女主表示,新郎还没有确定的人选,但是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条件只有两个,身体健康,积极向上 有男同事自告奋有,但女主已经考察过公司的男性,目前没有一个人符合标准,希望大家不要气馁,再接再厉 夜里,一个杀手坐在车里,将目标已经出现,他穿戴好装备,出其不意,手起刀落,再把尸体放进后备箱,行动干净利落,看得出是自身杀手 旁边有个目击者,看见这一幕后,已经吓得双腿发软,有人想活,有人却想死,天亮了,今天也是颓废的一天,英景躺在地板上,昨天的自杀又一次失败了 看着凌乱的屋子,拖欠已久的房租,为数不多的零钱,他闻了闻身上的味道,还是先去洗个澡吧 昨晚的杀手名叫靳腾,干完昨天那一票后,他看了看手腕,心血还没有完全处理干净,下好前面有个澡堂,他决定去清理一下 澡堂里,靳腾和英景不期而遇,英景看着他厚厚的钱包,眼神开始游移 这时 钥匙划到了英景的脚边,他犹豫了一下,决定接受上天的规则 把自己的钥匙放在了地面,靳腾很快被送去了医院 英景则拿了他柜子里的东西,穿上他的西装,出来一样车钥匙,发现他开的还是一辆豪车 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很快,英景从车里拿了钱,交了房租,还了所有欠款,欠钱女友的钱也还了 只是西装的吊牌没剪,让他有点尴尬,前女友马上要和别人结婚了 他把之前两人的合照留给了英景作为纪念 看着一张张合照,英景似哭非哭,似笑非笑 一脚油门下去,开着车,飞速逃离悲伤现场 他收拾了东西来到医院,准备把靳腾的东西如书奉还 但没想到,靳腾醒来时竟然失忆了,连自己叫什么也不记得 看见手边的症结后,以为自己是英景 英景见到此情此景,提上东西,匆匆离开医院 两人这下算是彻底互换了身份 靳腾用手边仅有的一点零钱,买了本子和笔,要记录今后的生活 另一边,医院里,女主的父亲得了重病 他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女主嫁一个好男人 但木嫩的女主在感情方面完全没有经验 恋爱攻略上面提到,主动接近男风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可临别之际,母亲却告诉她 结婚不是工作,没法按部就班的完成 医院门口,女主偶遇刚出院的靳腾 看她迷迷糊糊找不到自己家住哪儿 女主决定实践一下攻略上的内容 主动与靳腾搭起了话,按照证据上的地址将她送回了家 看见这脏乱的小屋,靳腾没法相信 自己是以前竟然住在这样的地方 翻了下角落里的书籍,都是和演员相关的 难道自己之前是个演员?照了照镜子,似乎还真有点帅 结果邻居要么是宅男,要么是涉恐少女 彼此之间都不认识,她只好回到屋里 在笔记本上写下了现阶段最需要的东西,钱 另一边,英静回到了靳腾的家,这可真是豪宅 她翻来翻去,名牌衣服,名表,收拾得井井有条 电话响了,她硬着头皮接起,是雇主打来的 靳腾已经完成了杀人委托 雇主想问问委托金要怎么汇过去,人在家中坐 钱从天上来,英静说出自己曾经的住宅地址 让他们把钱放在楼下的信箱里 第二天,靳腾按照日历上的日程安排,去进行群演示镜 人群中,她一眼就被相中,是个眼流氓的好苗子 回家后,正好在楼底下遇见过了拿钱的英静 两人在医院见过一面,靳腾特地邀请她上楼坐坐 此时,女主也来了,三人第一次去投 靳腾还是没有回复记忆,角落里,她发现一封遗书 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说不定失忆之前 自己精神受到了很大摧残,否则怎么会写出这么丑的字 再看看这屋子,狭窄,阴暗,脏乱叉 他不禁大呼,住在这样的地方,想死也是正常的 靳腾一番话,人警十分羞愧,无地自容 他只想赶快拿钱赶快走,没想到 对方并不是直接把钱送来 两个小弟前来,请他和雇主介绍一面 其中一个小弟,正是靳腾行凶杀人那晚 目睹现场被吓腿软那个 在雇主面前,他不遗余力地吹捧着 见他杀人的手法多么地干净利落 从几人口中得知 靳腾神龙见手不见尾,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被杀的人是个银行社长 雇主表示社长有个情妇,他可能把钱放到了情妇那里 让燕晴从情妇口中问出钱的下落 问完之后杀人灭口,一玩世一千万丑狼如数封上 女主邀请靳腾吃饭,其前发现靳腾有鸡笔机的习惯 他拿出自己的笔记本,自己也有同样的习惯 通过这些细节,他对靳腾的好感逐渐增加 燕晴打开车的后备箱,里面并没有尸体 只有一把燃血的刀,他慌了 回家上网查了相,得知靳腾原本做着小本生意 八年前,忽然关了店门,改行做杀手 技术十分高潮,一般他杀死的人 警察都查不出蛛丝马迹,只能当做失踪人口处理 按照雇主给的信息,英警找到了社长的情妇 想问出钱的下落,但对方却说 社长没有透露任何有关钱的消息 另一边,靳腾承承着敬业的心态,开始磨砺演技 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他买了一堆书,准备细细钻研 他认为,演员一旦入戏,体验到的就是截然不同的人生 执作兼职赚的不多,女主愿意帮他介绍工作 直接入职那种 靳腾感激涕零,大恩大德不知何以为报 女主也比较直白,要不然你以身相许吧 气氛瞬间凝固 靳腾表示,感情这种事情还是得慢慢培养 但是他愿意和女主一起,以结婚为目的培养感情 应该事情迟迟没有进展,雇主打电话来催了 问英景事情办得如何 在一个曲奇饼干盒里,严谨发现一堆钞票 他不想再做废柴,也不想真的去杀人 看着眼前的大陆钞票 他决定帮助社长的情妇先是用这些钱买了顿房子 随后,装成外卖小哥告诉女人 有人要追杀他,让他赶快离开 去新买的房子那里避祸一下 以免出杀身之祸,女主的父亲去世了 遗憾的是,老人家还是没能看见女儿出家 看着葬礼上,父亲生前留下的录像 女主哽咽地说不出话 葬礼结束后,他对靳腾坦白了 之前只是因为父亲的关系 所以把结婚列上日程 但现在,他是真的想和靳腾结婚 女主一边说,一边放起了唱片 放的,这是靳腾最喜欢的那首古典音乐 音乐刺激了他的回忆 等女主回头,靳腾已经离开了 英景瞒着雇主,劝说社长的情妇赶快离开 有人派了杀手过来杀死他 可没想到,家里早就被安装了摄像头 英景的一举一动都被看在眼里 雇主亲自过来问责 回到家,他苦苦思索 有没有好办法摆脱这些人 一转头,货真价实的靳腾正坐在面前 要慢慢和他算英景的账 楼底下,雇主的人追了上来 两人只好穿过公寓的隔间 来到隔壁的屋子 秀账也被时间解决了 靳腾想出一个办法 摆脱楼下那些人 他伪装成英景的小弟 假装起了反水之心 在电话里承诺自己会杀了英景 只要演得够真就能糊弄过去 靳腾开始调教英景的演技 一个被刀子捅的人应该是什么状态 一边指导还一边吐槽 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后 两人先到这里 路上靳腾告诉他 当初自己只是个穷小子 做着小本生意 女朋友跟有些人跑了 自己一咬牙 进入了杀手行列 但其实杀手是假象 刀子也是道具 自己偷偷放了目标对象 从故主和对象那里拿双份工资 漆黑的小巷里 有车开过来了 两人摆好造型 谁知开吹过来的是女主 这下子有点难解释 三人来到一间空置的公寓里 暂时躲避 靳腾坦白 就连靳腾这个名字都是假名 自己真实的名字叫山崎 虽然加入杀手的行列 却从来没有做过杀人犯法的勾当 想到女主的车还停在现场 要是被黑帮雇主发现 可能会给她带来麻烦 山崎表示 说来说去其实也就是个钱的问题 自己出面用钱就能摆平他们 她独自一人回到家 谁知 打开取其饼干罐子一看 里面的钱全部被英景用来买房了 运气太倍 她叫苦不爹 以花别人的钱可真够大方的 此时雇主正在门外埋伏 眼下山崎凶多吉少 雇主重要乐令她交出钱来 英景突然打电话过来 说情妇死了 开门一看 情妇的尸体躺倒在地 关键时刻 英景展现了乍丽的眼镜 原以为能满天过海 可雇主也是身经百战的人 闻出屋子里没有血腥味 眼看作戏被拆穿 一种发现 屋子里的乐器和陈列品 都是很值钱的古董 这才是银行社长留下的真正财产 离开后 山崎立马报了警 车上 山崎告诉英景 那场糊弄雇主的戏 她演得还不错 今后别动不动继续死了 英景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家 房子还是那个房子 但是生活似乎已经看到了一点希望 山崎从车里发现了英景和她前女友的照片 陷入了沉思 女主拿出了自己的本子 终止了结婚的日程 而山崎的本子还留在她的车上 她一夜夜翻看着 在那一行 最重要的东西下方 赫然写着女主的名字 另一边 女邻居的猫无意中跑到房间里 英景抱起猫 她也遇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故事到这里结束 片名倒钥匙的方法 其中的钥匙 可以看作良人互换身份 也可以看作人生成功的关键 高压的社会下 看不到希望的人们 开始变得佛系 对于生活太多颓废 加上不少资本家 对努力儿子过度包装 让人们对努力产生敌意 更加渴望躺平的日子 然而 在任何时候 努力过好每一天 努力做好每一件事 都不能说是错的 想要改变眼前灰暗的生活 找回人生的热情 就努力从做好每一件小事 开始吧 例 promotion 好啦 好